台积电ADR周三大涨超过三个百分点 周四一开盘果然没让大家失望 大涨21元成为千金股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护国神山台积电跳空上涨 股价一飞冲天 盘中最高来到105元 市值达25.9兆 同步缔造新油 全台股民见证奇迹 如果有买的应该乐翻了吧 台湾发大财 很好啊 对啊 这样景气有变好 未来AI下就需要更强善力的晶片 所以台积电这么好的制程一定是 就是物有所知吧 台积电终于挤进第18档千金股 那我想台积电创下几个高点 第一个股价历史新高 市值历史新高 然后它在整体占整个台股的权重 也是历史新高 获利今年应该也会创下历史新高 然后成长性也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就五个新高的这种角度上来看 它的满足点还没有到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台积电赶在创办人张忠谋 7月10号93岁生日前 加入千金俱乐部 成为最棒生日礼 如果张忠谋退休至今都没有处分股票 手中持股市值达1250亿 光是今年就膨涨超过500亿 上千后各界更关心目标价 台积电六度实施库藏股 目标区间最高1280亿元 甚至有法人喊到1300 7月18号法收会后还可能再调整 不仅全职股王大涨 红海也大涨超过4% 大涨光涨超过7% 台股涨多跌少 助攻大盘狂飙300多点 占上23,541点 历史金高价位 全台股民乐翻了 这真的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天哪台积电破千元 已经在今天正式加入了千金俱乐部了 杰明哥怎么样看 今天一早我跟你说 我所有的脸书大概有九成的人 都在讨论这个新闻 对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 他们虽然买不了一张 因为一张实在太贵 但是至少可以买个一股啊 十股 这也要谢谢民进党政府啊 因为民进党政府 以前我们那个领股 是在盘后才能买 而且是以盘后价格来计算 你盘中是不能交易的 那后来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整个系统已经可以改善了 所以呢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动作 就是我们可以买卖领股 其实买卖领股在国外这些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呢民进党就让他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就真的可以买领股 那曾经我还有一个人 就是他妈妈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 女儿九岁 他送给他女儿的生日礼物 就是一股台积电 九岁的女儿 九岁的女儿 一股 一股就是一千块了 你也可以是不是 一股一千块啦 一股是一千块 我妈有在看电视吗 当然大家也知道送人家结婚礼物 可能将来是要送台积电的股份 现在送这最大的事情啦 是不是 钱力无穷 而且没有办法设定 他未来价格的标的 你不知道 没有办法知道 因为我先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因为我们是7月10号 会公布6月份台积电的营收 但是你还记得吗 当时黄仁勋来ComputeX 不是拉开台湾的声望 大家都觉得黄仁勋来了 还有他的这个黄仁勋的 这个美食师部 有没有 黄仁勋是很高兴拉开台湾的 这个知名度 还介绍台湾这么多家公司 还介绍学校嘛 据了解他介绍现在的学校 似乎增加了许多人 想要去念书的意图嘛 对他点了16期间水烧 重点来了哦 他来 可是台积电没给他好脸色 他来的时候跟他说 对不起 我要调高你10%的价格 对你知道黄仁勋正好人在台湾 正好台积电就是说 我要调高你10个百分点的 这个这个价格 那你知道其实整个AI AI占整个台积电 现在营收大概是40% 其中回答就占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估计30%跑不掉 那你就可以换算哦 这消息什么时候消息 是6月份的消息哦 所以这个营收一定会反映在 7月10号公布6月份的营收 所以也就是大家预期 整个今年的成长幅度 跟去年比的最新数字是72个百分点 我也怕到 72个百分点 我也怕到 好那你这个数字 当然已经比预期 是想预期多了10个百分点啊 那我们说的7月10号公布营收 一定会让大家印象深刻 你还记得6月8号公布台积电营收的时候 他就直接冲破900块了 那这次7月10号公布6月份营收 保守估计黄仁勋那10%一定要算进来嘛 所以这公布营收大家就预期很棒 那其实最关键的是6月7月18号 7月18号台积电要法说 会公布第二季的正式财报跟毛利率 营业利率 那同时要对第三季来做预测 那大家所关键的焦点事情 是这可怕的数字 因为有人在估到底他的资本支出会多少 其实当时已经喊出360亿美金 已经吓坏了大家了 那我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印象 2021年当时他第一次资本支出 是到了这个340亿美金的时候 后来台积电就直接供到688 那时候股价才400多 但后来有修正 那现在又走高 那你要知道 那为什么要变成是这个370亿美金 甚至比这数字更高资本支出呢 因为又增加一个地方生产2奈米 在南科 所以也就是说南科现在是 等于是整个2奈米会有8个工厂 那这个数字会增加 不知道 那所以台电现在做什么事情呢 他开始把4奈米5奈米3奈米 既有的工厂呢 开始把这旧的设备呢 赶快送去日本 赶快送去美国 加上还有德国 那剩下的工厂是什么东西 所以今天为什么大涨的理由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还有一个原因是除了我们刚才讲 苹果决定要用他的这个小封装技术 就是3D IC的这个设备之外 其实外资早在一个上礼拜 就已经发布重量级的一个报告 重量级报告是说 它的埃米技术已经成功 领先群人就是备电系统 那这备电系统一旦成功的话 那未来的所有世界上已经确定了 我在讲确定什么东西呢 以前南韩三部五时还会写说 三星有机会超过超车台积电 三星有机会资本支出要跟台阶一样 三星可能拿这么订单 对不起 现在南韩的朝鲜日报 已经不会再谈超越台湾了 现在要讲的是学习台湾 讲这句话 我们这个佩芬姐一定有话要说 佩芬姐 佩芬姐刚才跟我说 她78块的时候有倍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问 到底现在有没有坚守 佩芬姐 其实我不是那种做股票或者买股票的人 其实我们现场很多股市少白 因为你知道去教书的话 早上出门回来已经收盘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会去买78块 78块的时代 因为有一天上节目 李建军就坐在我 就坐在杰明这个位置 李建军就是说那个 帮连战选总统那个 说连战会选上总统那个 还有帮送土玉算命的那个人 你知道他就坐在我旁边 然后你知道我上那个 好像是小五哥的节目 他就跟我讲 你知道他就反正 为什么会扯到那个台积电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印象 他就跟我讲说 台积电这个股 将来不得了 很好的股 因为我曾经听他们大陆说过 他们那个火箭放上去太空路 的时候还找这些人去看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听了以后 我就想78块买买看 试试看就买了两张 然后呢就后来也真的涨 涨到八十几块九十几块 我觉得也赚了不少钱 是是是 我就把他卖掉了 那当真的买掉 我为什么卖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李建军 他要帮连战选总统 帮宋楚瑜选总统 都没有成功啊 你想说 快点 成功哪里 所以我讲这个人讲话 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 我不知道 因为我第一个我没概念 如果我是杰明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 对不起 我们在2000年也没那个概念 因为我真的 2000年 2000年对台积电没有概念 真的没有概念 所以你知道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后来我发现 2000年讲的是记忆体 那时候最红的是记忆体 当时最红的是联发科 那是2000年的时代 那时候讲的是广达 其实台积电 没有人在说很多的琢磨点 所以他在特别提出来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后来听到 另外有一个名嘴跟我一样 也是买了也卖掉了 哪一位 现在可能是不是在家里 已经心肝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 他也很那个你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这个要有命 你说涨到1000块一股 这个一张股票 确实不容易 是 刚才佩芬姐 杰明哥 大家都有在说笑 真的千金难买早知道 2000年的时候 谁知道20几年后台积电 现在的潜力会是这样 不过家里我想请教一下 其实在两年前 这个佳玲我们来看到蔡正元 2022年的9月她说什么 人家问说台积电 有没有可能股价达到1000 她说台积电永远都没有希望 达到股价1000 她说原因在于 中国正在拼命的建厂 未来供给量大增 会导致台积电利润缩小 蔡正元两年这样 你说今天狠狠被打脸了啦 佳玲 相信蔡正元的人现在心正在当雪 蔡正元这样讲到底是害了多少人 还是说你自己要出货 所以你就这样讲 叫大家说 你啊 你就要赶快出货这样子 这样不好啦 我是觉得说台积电 你看他这两天挖一只也大买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台股已经19斤 已经有19家是接近 已经超过千元了 所以我们台股19斤 已经离20斤不远了 所以台股是欣欣向荣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高的点不要进场 你会输很多 等逢地买进 逢地买进 现在变成 甜点送给一个味 后面商机无限大 像是